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就想跟大家能够分享到更加紧密的 更加真实的观点 但是事出的事情比较多 关键就是说很多事情在我眼睛里觉得蛮有意义的 一个人的经历有限 从而促成了这种场面 我们就尽最大可能了 原因可能有朋友 每次节目当中很多人都说涛哥辛苦了 说到我心里说不上来的一种酸溜溜的一种 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 如果从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一种力量的 这是完全外在的力量 这是当年2014年 2015年9月3号他阅兵的时候场面 他用左手敬那里 咱看他这回敬礼不敬礼 当时用左手敬礼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大家做了很多评论 那你看他这回用什么手敬礼 我个人觉得这回会用右手敬礼 他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但他是不是左撇子 是不是左撇子也应该是右手敬礼 而在当年2015年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现在2019了 我们反过来看 当年他用左手敬礼 他选择的时间 那是中华民国的老兵节 日本人投降的日子 所以他用左手敬礼 其实有着一种隐喻的含义 就是它是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跟中共体制能够有机会分裂的机会 这个概念就像2017年的方德史中的说法是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争持 非常矛盾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人 他的矛盾同样表现出他在很多问题上的沉默 你看他 他在强调自己的思想 王沪宁给他写了很多东西 他在不同的环境中去发言 可是遇到重大的事情 真正眼前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没话 他说的任何话都不是针对性的 都不是针对具体事情的这种针对性的说法 他说的任何话都是 你可以说他是打嗝 你也可以说他是放屁 对吧 反正都是通气 吃了萝卜通气 这个宗旨是在的 要跟他对应的 今天现在看到的对应的 我刚才看 我刚才吴宇忠又看到那个 那就是就聋牙版的 聋牙版人的这个 愿荣光归香港 荣归 他是国歌 他真的是未来的新的国歌 我们知道他现在中共应该是在香港有一个国旗法 所以最开始烧弄国旗的人可能被警察抓了 所以今天烧的是党旗 他没有党旗法 对不对 中共是可以被烧掉 很有趣 国家会留下 共产党会没了 国家会留下 共产党会没了 在28号这天是应对的这么一个场面 而这一切却是他自己造成的 就是说他提出的说法 一切自己造成 我今天节目中还说呢 我说国歌应该是有了 但是在亚语版的国歌里面呢 有一个哈利路亚 就是你查一下哈利路亚 是6月11号开始唱起来的 6月10号 6月11号开始唱起来 6月9号大游行 那6月12号这个要二读通过 所以6月10号到11号 很多学生去占领立法会 占领香港的政府总部 那个时候开始唱 所以进而到了14号 就说出了与神同行的话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彭博社 我能知道的西方 主要是北美了 大的媒体都在谈到 与神同行的这个这件事情 唱圣歌的这件事情 哈利路亚 圣歌是做1975年写出来的 那个人的出生日是1952年代来 后来成为了基督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 最著名的圣歌之一 在这个荣光版 这个荣雅人的这个荣光版的安慰里面 他用了这个 他用了这句话 他用了这个 唱哈利路亚 那是对神的敬仰 我们节目中提到过 沉默是今 智者无语 所以我今天刚才 就刚刚因为上午拍完中午 弄完节目就有点那什么 我去弄那个 砍风神 想正经八百砍得好一点 所以整个siting 整个就想弄得好一点 外头去找服装去 服装不能这么个服装 因为它是文化类的 结果回来之后呢 直到要 其实有些东西是跟大家要拍摄的 包括马上要说的 但是就在电视上去找这个香港的故事 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 我还在找香港的故事 去看我没有看过的东西 尽管我看过很多 所以在看到这个龙牙版的时候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 我说他是把与神同行放在里面 而龙牙版应对了智者无语这句话 所以这是在新的国歌里面 如果他是的话 在新的国歌里面注入了神的因素 这是今天香港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看到的 在神的因素的背景之下 所展现出来的 真的所展现出来 我讲了天地人 天灭中共在中国 香港是地 那这个川普 特朗普是人 那特朗普在他的真实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他对神的态度 整个这一届美国的政府当中 个体者对神的概念 而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被美国人誉为是当时美国的先父们 他们的概念 他美国的先父就是与神同行 而在今天的国歌中注入了神的因素 这是今天中共遭遇到天灭中共的基础 天灭中共的基础 将在中国大陆展现 那会死在谁的手里 死在他习近平的手里 死在他习近平的手里 他亲手摧毁了 习近平亲手摧毁了整个中共政权代表的一切 而前面就成为了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而每一个人真实的人和一个和香港都与神的背景相对应 不光我这么说 在今天 应该是昨天 这有时间的问题 美国的商业电视台 登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十一庆典 十一大典 是习近平的权力的巅峰 就是中共崩溃的时刻 他基本上就是习近平获得权力的一种表彰 彻底摧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也把把中共的整 就是中共来到了他的崩溃点吧 我觉得就是这么个崩溃点 因为因为翻译怎么都可以 呃 所以这是我想 我用我找到这张图想起来的 这是当时大阅兵的场面 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年 那今天他在大阅兵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故事是另外一回事 好 肯定会另外一回事 这是他这篇文章的 这是今天拿出来的这篇文章 早晨拿出来这篇文章 呃 习近平历史性的这种 呃 权力的扩张 就是权力的巅峰吧 他的权力的巅峰 是一种划时代的 这种划时代的权力的巅峰的本身 耗尽了整个中共政权 耗尽了中共政权的 他的那种 他的稳定性 他的巨大的稳定性 其实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巅峰 给中共政权带来的崩溃点 啊 他的巅峰就是他崩溃 也就是说 10月1号的大铁是中共崩溃的标志 中共 呃 失去了他的 啊 应该这么讲 失去了他的合法 完全失去了他的合法性的标志 呃 因为这是一个政论性的文章 是一个大的评论文章 所以我们只能从意思讲 角度去讲 文章太长 跟大家 又是英文的 不能逐句去说 11号 习近平将在北京进行大阅兵 大庆典 阅兵庆典 来表来 来表示他所领导的习近平思想 是今天世界性的leader 代表着民族的复兴 啊 他叫民族的复兴 和他本身是一个 呃 怎么说呢 你说他叫希特勒式的人物 他把自己塑造成 拿破仑式的希特勒式的 或者我觉得都不太恰当 因为 那些人都有他 他的历史的背景 对吧 他也有这种历史背景 但他不具备 真正的那样的实力 呃 不具备那种真正实力的意思 就是 他既没有当年的 德国希特勒的那种真实 就是很真实的 他的 国体的 很真实的实力 他更不具备拿破仑的那份 那份材质 和当时法国的强大 而今天的中国 他只具备 呃 夜以继日的印钱 所凑成的现实的场面 而当时的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他的国民同样为他的领袖而骄傲 今天不是 今天的中共国的国民 不为他的领袖所骄傲 而是被一种盲从的洗脑的 完全完全被欺骗的 自我欺骗的 一种金钱的 一种 呃 贪婪 所左右 所以他不是一样 但他确实是这样 他想做的是这样 对吧 而与此同时 川普本身在华盛顿 完全在彻底 川普用自己的力量 呃 在彻底的摧毁他 尽管川普在国内 遭遇了诸多的麻烦 包括民主党对他的弹劾 但是川普在打击中共 打击习近平领导的 中共的本身上 却没有任何退缩 没有任何含糊 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呃 我不会 不会阻碍他任何的 这个讨伐中共的步伐 最新的就是对中共展开了 叫金融 金融制裁 他这里叫做金融制裁了 那金融制裁所描绘的意思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 他要禁止美国公司 美国金融投资公司 投资任何 中国企业 同时他要把中国企业 在美国上市的 呃 中国企业全都轰出美国 啊 轰出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应的 然后谈到10月1号 习近平要进行打点 军事打点啊 他的军事打点的意思 呃 就是要告诉全世界 现在是中国的时代 中共国的时代 呃 这是他 这是他 这是他本身的感 呃 呃 呃 他的意思就是说 伴随着像 伴随着向川普的道歉 很具嘲讽含义 这里直翻是这么说的 是习近平伴随着向川普的道歉 伴随什么道歉 就是10月1号本来要加税的 对吧 2500亿产品要要加征5%的关税 刘鹤给刘鹤代表习近平给川普打电话 说老爷子拜托 你给我往后推他 压力板 嘿 因为前后雨是这样 前后雨是这样 为什么向川普道歉呢 因为习近平在努力的 呃 要把中国变得更加的强大 看起来更加的强大 他忙着这事 所以跟川普道歉 呃 很具有 很具有这种嘲 很具有这种嘲讽的意思 呃 那然后他提到说 呃 中国今天在借助美国的 今天的很多事情 让美国再强大吗 就是 我们就说意思了 美国在关注自己的事务 川普在遭受到 国内的很多政治上的压力 和这个舆论上的压力的背景之下 那中国习近平在竭尽自己所有的权力 在让他成为这呃 成为这这宇宙中 成为这地球上最著名的领导者 呃 扩大他的力 呃 就是就是怎么讲呢 呃 来来创造他中共的合法性 你只能这么说 创造他中共的合法性 合法性 呃 这将是呃 这是中国人的 这是中国的 呃 在在这个人民日报 呃 中共外交部长 王毅写了一篇文章 上个上个礼拜 呃 在这个写了一篇文章 是指中国 今天的中国 在全球的历史的背景之下 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辉煌 跟他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提到说 中国将在重述国际呃 国际秩序本身上 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力量 所以他一再在WTO上 一再把自己描绘成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在描绘有关与习近平相关的处 反而在把他一定描 中国描绘成是世界上的 独一无二的 不可战胜的 一个强大的霸主的地位 呃 他整个其实是讲这个意思 那讲这个意思 呃 与此同时说 然后提到他跟 普京之间的关系 那连 习近平联系 就是联合俄国 抗争美国 呃 大概里头是这样的 就说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 呃 合作的关系 跟这种战略之间的关系 是历史性的高点 历史性的高点 跟俄罗斯共同抗衡美国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 是出是 中国的财富 大概是中国的财富 呃 你就这就这么讲吧 而美国本身呢 却把中国作为一种战略竞争的敌手 呃 这是王毅 王毅在发表讲话当中 所背后的谈到的这些故事 但与此同时 你可以看到 王毅就谈 在联合国谈到了 全面谈到了 呃 中国 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香港的关系 这个 新疆的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 在所有方面 中国绝不做出任何让步 要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 嘿 嗯 而在就我自己以为呢 其实这些东西 他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呃 他嘴上发言的一切 跟他在实际谈判桌上 就实际操守的一切 是完全切割开的 所以王毅也好 很多塑造的形象也好 呃 是为习近平今天的大点 作为准备 他这里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啊 也是这个意思 习近平的成绩 是完全 在国家角度来讲 是一种历史性的 啊 划时代的 一种 李承飞式 他真的是不是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而他把它塑造成这样 描绘成这样 呃 这是塑造个体者的 他 呃 杨仁写文章是这样 他有了标题之后 一切内容是按照标题走 但他很少去回扣 只到最后的时候 才去回扣上面 那这些塑 其实他在讲 这些塑造的一切 对他自我塑造的一切 在彻底摧毁着 共产党的合法性 他里面 里面真正在我眼睛里 包含的是这个 是这个含义在里头 所以他讲的也都是这个 呃 整个这一段讲了 是习近平 在反腐的过程中 打掉了多少官员 然后在这个 呃 去年修改宪法之后 他成为了一个 永不退休的 呃 永不退休的国家主席 然后他就 呃 然后他具有他自己 独特的思想 呃 要求全全党九千万党员 只能具备他的思想 跟跟随他的思想 而整体的社会呢 呃 是一种社会主义 社会的坚持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这是塑造的一切 塑造他个人 而在星而在星期二 十月一号 习近平将被描绘成 是这中当今中国历史上 无与伦比的啊 无与伦比的呃 有着历史承载性的 有着血液的那种啊 天生的领袖的概念 呃 你记住是被塑造起来的 是被宣传出来的啊 他是不是个另外一回事啊 这个他是这么是这么个宣传 而当把习近平描绘成 这个程度的时候 对于中共其他的领导 整个这个领导层而言 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了 呃 他是这么就翻译的意思 是这么翻译的 他没有任何机会 就是这个 这个整个的领导啊 中共的政权被习近平剥夺 被习近平掌控 所以习近平是唯一的合法的 共产党的接班人 唯一的合法的共产党的拥有者 呃 当他拥有过那其他任何的民 党内的民主党内一切 这些都不存在 所以摧毁了整个官场 中共官场未来的机会 当摧毁到整个中共官场 未来机会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他私人产品 就是今天的官场 今天的产品 今天的人民 都是他习近平的私人产品 呃 他其实陈述了半天是讲 在我眼睛里讲是这个意思 用了用了纽约时报的一个 一篇文章 啊 弄了用了纽约时报的文章 而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我们用过 他把整个中国变成了监狱 整个北京变成了监狱 一切人的正常行为都被摧毁 正常生活全都被摧毁 来展现10月1号 伟大的个体者的存在 呃 就是金三胖尔呢 你怎么看就是金三胖尔 所以这是这是在他看 在他在我我个人觉得 这是看来个体化 就是权力的集中跟个体化 已经使得今天完全个体领导 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把习近平塑造成最有影响力的 最不能忽视的呃 一个国际式领袖 啊国际式领袖 呃 这种国际性的领袖本身呢 他说中国所面临任何无法预料的问题 可能都归他自己了 就这句话 哎 我们就讲节选了 就是习近平拿走了所有中国的问题 因为他拥有了中国的一切 拥有了政权的一切 呃 他通篇的描绘是这样的描绘 所以他紧接着就提到说 呃 其实潜在一种潜伏的不那种脆弱性 不可战胜的那种难以控制的脆弱性 以习近平目前的这种掌控的方法来讲 是完全可以意识到的呃 完全可以能够揣摩到能够意识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可以看到呃过多的对政党的控制将直接摧毁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因为他等于摧毁了中共 他等于摧毁了中共 摧毁了中共的一切 所以变成了他个人的 共产党是他自己的 国家是他自己的 呃 取取得的所有所有的成功成功 从表面上说对习近平是件好事 但是从他的权利 但是从另外一点 他摧毁了整个这个国家能够赖以稳定的相互平衡的国家制度和国家的国家内部的相互关系 这里包括公有制 包括私有制 包括过去三十年 这个邓小平创立的一切 都被他摧毁了 当都被他摧毁 他因为他要以他共产党的名义 要控制经济 政治 文化 思想 娱乐 控制人所有的一切 他说 就打破了这种社会稳定的平衡 那份平衡是当初邓小平建立起来的 完全就不存在了 他的意思就是完全就不存在了 呃 在在史查 就是说川普在进行巨大 呃对不起 呃 习近平在进行呃 巨大的赌博 在他拥有权力的过程中 在他拥有权力的过程中 摧毁一切的过程中 当他 他却表达出 他却表达出把整个社会的体制 今天中国共产党社会的肩价结构的体制 完全摧毁了 呃 同时他因为今天问题的需要 他要把所有私营企业国有化 呃 私营企业国有化 呃 要控制在共产党的框架之下 在杭州出 包括阿里巴巴派驻了政府代表 那就是有人讲公私合营 其实根本不是 公私合营 他就完全拿走了 呃 我觉得就是完全拿走了 呃 尽管 然后文章里他提到说 尽管在 华盛顿 川普被弹劾出现了很多相应的故事 但作为这篇记者本身 他更看重的 在北京将要发生的事情 啊 在北京讲 他说他认为在北京将要发生的事情 习近平的世代相传 以权力上的巨大赌博 已经使他成为中共历史当中 最主要的领导者之一 然而他的做法的本身 摧毁了整个这个 社会平衡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基础 全都被他摧毁了 所以呃 反过来讲说 真正真正的麻烦 就是真正真正的麻烦 这个星期 你将看到 他在检阅 一张队检阅军队 拥有军队的过程中 你将看到他可 有可能出现 什么事情啊 习近平真正会担心 那是什么呃 英文就这么写了呃 如果按我能够看到的意思就是说 将在他检阅 拥有军队的过程本身上 你将看到那种危险性的爆发 呃 很少见有西方媒体在这个角 就在从这个角度 这么去看到 这种相互对应的角度去看到 呃 我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呃 呃 就像说 共产党按天数 而共产党的死 完全落在他习近平身上 舍打七寸 呃 我也挺固执的 舍打七寸 真的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的支持 非常感谢